不要忘記了 2018年的時候韓國瑜市長在韓國瑜前市長在選舉的時候他們說什麼 你又沒有1992共識 你不同意中國 你不像我去中聯辦那邊低頭的話 你的農產品會賣不到中國去 所以為什麼2019年要出來告訴民眾說 其實我們雖然跟中國之間 中國口口聲聲說我要封殺你 你民進黨執政我不喜歡你 但是我們的經濟脈絡上面 你要賣中國我還是賣得出去 那個脈絡講清楚 至於說剛剛指責說百分之二十幾叫做賣得很多賣得很多 我覺得這個每個人對於數學數字的解釋不同 我個人不以為 生還是醬嘛 靖以為是生還是醬 那如果說我能夠賣比較多是壞嗎 誰代表分散風險 這次沒有做到好嗎 所以你贊成我們都不要賣到中國嗎 你意思是不要賣嗎 多四花不好嗎 我剛剛已經說過賣到南極都很好 只要能幫農民賺就好 那我們不是幫忙賺錢了嗎 問題是治好存入給農民的事情有沒有做到嗎 做到了嘛 賣到其他國家去了嘛 你怎麼還跟農民交代 你的數學真的好奇怪喔 韓前市長所講的話叫一口鳳梨田中帶酸 想到價錢令人心酸 但是我們要回應他一句話 就看到韓前市長Lag的樣子也讓人鼻酸 很Lag的樣子 因為他還在用撥接 你看拍完影片是不是要後製 要剪接 然後到他上傳的時候 他忽略一件事情 他上傳的時空跟他認為他在拍影片那個時空 基本上已經不一樣了 而且鳳梨在這一波大家的推波助燃之下 坦白說價格已經漲得比去年的高點還要高 至少在批發市場看起來是這樣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是鳳梨的價格的趨勢表 批發市場的行情趨勢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的價格我們看到這個是3月12號的價格 3月12號的價格你看成交量145噸 然後平均價格是28.84塊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價格比去年8月的價格還要高 比去年在大廚的這段時間的平均價格 在批發市場價格都來得更高 所以我請問一下這個價格會讓人家心酸嗎 這個價格只是讓人家覺得 韓前市場可能這個用波階上網 比較讓人家鼻酸 所以我們在講說這整個狀況裡面 你會發現這價格的狀況跟韓國瑜先生 講的是不一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我們要這樣講 其實大家更關心的是在 剛剛介紹的大廚的時間 在清明節過後 在4月5月6月 鳳梨的供給一路從屏東 高雄 台南 嘉義這樣上來的時候 到時候的鳳梨價格 是不是還能維持跟現在一樣的狀況 甚至價格可能會更好 那個才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韓市長發了這一篇出來 韓前市長所發的其實跟現況真的不一樣 所以看一下價格 我建議就是韓前市長如果真的想選 國民黨黨主席的話 或者不管他要不要選 你要做這種公共事務 你還是要根據事實講話 你的幕僚照理說應該幫你把這些價格 調完整了 我覺得他幕僚可能是調到這段時間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真的是lag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中間的落差真的是lag 他可能幕僚幫他拍影片在這個時間 結果人家現在鳳梨價格來到這個時間這個狀況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張圖 就可以打臉他現在影片裡面所講的狀況 所以我們還是誠心建議 討論公共政策的時候 千萬不要一出手 就讓人家認為說 這個好像草包的狀況又回來了 這個價格的認知就讓大家覺得說 這是不是草包在線 所以我們覺得說拍影片是很好 關心公共政策 關心農民權也很好 但是請跟現況能夠接軌 我不知道那影片怎麼拍的 不過顯然看起來 韓國瑜活在平行時空 你現在剛才說 我們進口到日本東興奧運 你知道每一個產品 如果被奧運認證之後 都寫上什麼 奧運指定飲料 奧運指定用品 那就是很棒的品質 我們可以講說奧運指定鳳梨 以後各國要買鳳梨 就買這個品種 買這個甜度的 你知道反而是做一個很大的行銷 那話說回來 韓國瑜講這個東西 吳後非就是政治效應 他多少罵一下 那他看這個狀況底下 我覺得他罵罵這個執政黨 好像也是應該的 但是問題是這個事情的始作用的 不是我們啊 你進了我們 中國進了我們 那為什麼韓國瑜不罵中國 就很奇怪 他至少兩邊都罵一下 對不對 我覺得還比較合理一點 那當罵執政黨 當罵政府也很奇怪 我覺得韓國瑜他的那個時間順序 好像都一直怪怪的 你看他最近這一次的出手事 是去小林村 可是他連小林村的那個悲劇 發生的八八風災的時間 他都搞錯了 日期都搞錯了 你出手事你時間都搞錯了 那他講說現在的鳳梨盛產 還沒耶 鳳梨還沒盛產 鳳梨要到那個清明一節之後 才是盛產 那現在東人已經開始出來 所以台灣開始買 但是也會發現 台灣大家買的時候 有些地方買不到了 因為他真的還沒有大 所以他在屏東 一路上來屏東 然後嘉義 然後上來甚至 就整個是中南部 他那個產季還沒有完全到 所以你要講說現在是盛產嗎 還沒啊 那當然我沒有錯 我也同意政府 要先做一些準備 所以其實這樣講好了 東京奧運這個事情 是最近銷成功的嗎 不是 他一定是從去年前 年就開始想辦法 要銷台灣的農產品到日本 因為那個要經過很多的審核 他絕對不是說 東京奧運覺得 你台灣往來買不買 可能我現在要給你買 不是 那要經過很嚴格的審核 也就是說 其實政府這邊 有沒有在準備 要把農產品銷到其他國家去 一定有 我這樣說 如果他要出來講這個事情 我還是這樣建議 我當然認為政治人物都希望再起 那國民黨接下來 八月要選黨主席 他們一定 七八月選黨主席 他當然會想要動作 可是你要挑一個 你當時做得很好的 那可見他一下可能找不到 因為你知道嗎 第一個事情是農產那個 他要講說我們農產沒有準備 我們現在光外銷的狀況 就做得比他當初簽MAU的狀況好 那你要拿農產來講 如果你當初你在高雄市當市長的時候 你的農產外銷政策做得非常好 賣得嚇嚇叫 現在賣不出力 那這樣你出來蹭個聲量說 我們那時候做得多好 可能大家會覺得你做得不錯 可是那天他不是昨天PO了一張 他蹲在鳳梨田旁邊的照片嗎 大家說你是喝多了嗎 你在忙嗎 就是其實為什麼大家會這樣笑他 是因為 你當初沒有什麼很好的農業政策啊